首先把这个皮管气管插上去 12个大的 然后这边调气压的话调到4.5到5之间都可以 这个是放气的 弄好油栏 然后这边电源 电源的话 有个槽的槽对准插进去 然后拧紧 这是脚踏板和电源的开关 然后面板这边的话就是这个一个是总开关 这个是供料的 然后这四个的话是气干的开关 都是对应的 这边的话是技术开关 这个弄好油然后调尺寸 尺寸的话 这个前后的尺寸的话调的话是调 然后调这个档板 然后调这个档板 你要多少量一下 可以 然后 锁死 那边也有一个也调一下 这个调好油然后调那个孔和孔的中心距离 比如说16公分这个16公分调的话是调那个摇把 调到16公分就行了 这个调好以后然后 然后然后调这个侧边这个档板 也是用尺寸量一下锁死 然后四个孔 向你翻面 一次成型 然后塞袋子的话是带口 塞到这个板子里面去 然后搅拆一下就行了 然后平时保养的话就是这个地方要加油 还有这里那边也是对应的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加的话不要加太多 然后加一次就行了加一滴 还有加料的话加料啊 料不能超过超过这个这个第一个螺丝这里 加到这样这样就可以了 加太多的话它会扣子会倒在这个口这里 这个扣子就容易下不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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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